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陈陪德牧师同你游走书海,想你爱上阅读,迈向成熟 公民抗命是20和21世纪的一个重要世界性政治运动 过去曾经在印度,美国,南非,东德,波兰,捷克,前苏联等等 都有着重大的和影响深远的公民抗命发生 但每每当谈论到这个政治议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很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而往往是十分对立的 这个命题近年在香港也都成为议论的焦点 譬如可不可以占宗,能不能进行公徒 教会里面也都开始有信徒发问 基督徒可以参与和平抗争吗? 今集的节目当中我要介绍的好书 是彭信强博士的身著 《公民抗命三巨人》 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 由子弟来看 这本书是透过介绍三位 在公民抗命运动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印度圣洪甘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国父曼德拉 三个人 讲述他们的身平、信念 以及他们如何在当下的处境当中 领导对抗当权者 《公民抗命三巨人》 傳书总共分为22章 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甘地 由第一至到第五章 包括他的身平 他如何来到去看人生、人性和成性 以及宗教与真理的关系 他在政治抗争上高的实践 也介绍他所创立的模范群体 所谓修行所 第二部分是介绍马丁路德金 由第六章到第九章 包括他的身平和信仰 第一个他所带领的抗争 就是霸楚蒙哥马尼巴士 他对非暴力抗争的演绎 和坚持 以及他如何来到去看抗争的积极意义 第三部分是介绍曼德拉 由第十章到二十一章 由他的自传 曼德拉慢慢自由路 来到整理出他的身平 从他如何在一个落后村庄来到出身 到最后他成为了南非第一任民选总统的 整个经历和心路历程 第四部分是总结 即是第22章 作者尝试将三个人做比较 包括他们的整体思想 和对公民抗命的训练和实践的儿童 对于今天无论是站在赞成 或者反对公民抗命的人 这本书都提供了这个论题 背后的理念和历史 以及人物真实经历来做参照 极具参考和引伸思考的价值 作者彭信强博士大学的时候 在加拿大西三一大学 收督工商管理和心理学商学士学位 后来他在维珍学院 先后完成了基督教研究碩士 和神学碩士学位 他在年前又获得香港 信义中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 如今他是中国尊度神学院的讲师 并且在中文大学校外 专业进修学院兼科 除了本书之外 他的著作还包括了 二千年灵修神学历史 还我灵修本色 勇闖七重山 勞魂的诚与爱 潘霍华的信服与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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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